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画面上这位年轻俊俏的女子正在享受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岁月 三年前她泄厚了甜蜜浪漫的爱情 两年前她迎来了聪明可爱的宝贝 一年前她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工作 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幸福时光竟然如此短暂 今天这个夜班将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生产线上 此时对于即将遭遇的灾祸 她没有任何预感 零点十分 王某如期完成了预定的工作 顺利交搬 一天的劳作结束了 爱美的王某终于可以脱下千片一律的工装 换上属于自己的颜色和款式 当时穿一件一个是Fint的一个外套 很轻的那种 一个是沙的那种 很轻的那种 提前这种车呢 能看出来飘得很厉害 在于是那个书和人当时这个头发很长 留着披肩发 这个长雀以后到他甲以后 在四公里左右 等于距离 那下了班之后 他换换衣裳 从厂里就回起来 一半四分钟左右就回起 令人不安的是 当天晚上 王某并没有回到家里 妻子整夜不归 电话关机 事先也没有跟家里打招呼 丈夫李某心里有些纳闷 但他并未多想 直到第二天下午 妻子还是没有任何阴性 李某这才感觉事情不妙 沿途搜寻了大半天 李某也没有发现可疑的踪迹 妻子和他的电动车 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 突然间归日无形 我以为就会发生 脚疼意外或者什么的 但是女儿的条路 组一圈之后 什么都没讲 什么现象都没有 当时呢就感觉到 情况有可能不太好 有可能是个案子 是个形成案件 厂方证实 夜里上夜班的女工很多 夜间下班后 大家都结伴而行 从未出现过任何意外 那么王某的同伴又是谁呢 工厂门口的监控录像显示 王某当晚竟然是独自离开的 他通常离开门口以后出来了 通常离开门口以后上了难 他上难的就是 他回家路的方向 工厂位于衣水县城的 城乡集合部 深夜时分 这一代行人和车辆 都极为稀少 一个深淡力薄的年轻女子 却不找同伴 贸然选择独自行走 这一反常举动 让八岸民警自然联想到了 不久前发生的一起 失踪事件 按照这种推测 王某之所以选择独自走夜路 可能就是因为 有人在半路上等候 他一个公主还说 看见好像是王某 在一个厂的门口停下来 还和别人说话 两人之间的这种暧昧关系 肯定不能让家人知道 所以干脆中断联系 年轻的王某 会不会做下这种糊涂事呢 所以说家里对着一个情况有怀疑 是不是这个王某在路上 和别人说话 然后跟着别人走了 在李某看来 即使妻子真的做了什么出轨的事 也不是最坏的情况 当时就想 就说的 只要他不出事 他跟他人家跑了 都无所谓了 就说那是我唯一单身 就是他那儿全文气 就是有可能遇到什么案件了 或者是被人连路路堵了 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 一种不祥的预感 在办案人员心头营绕不去 警方确信 如果王某半路上遭遇不测 或多或少 总会留下某种痕迹 不久 从事搜寻的民警 果然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家属随后证实 这正是和王某一起失踪的电动车 他怎么会在这里 此处距离王某回家的马路 不过一百米 民警仔细搜寻周边地带 仍然没有发现王某的踪迹 那么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电动车基本没有损坏 有轻微的一个 踏划的痕迹 但是不想冲击了 强烈的一种冲击 警方推测 当晚有人在半路上拦住了正在骑行的王某 然后对他实施了野蛮的侵害 而作案动机可能并非钱财 如果是偷财的话 电动车才也没要 你说女工呢 上班谁还带很多钱 就是觉得以后 选择在半夜 对单身女工 就觉得以后 这个劫色的可能性变大 在侵害完成之后 那些不法之徒将无辜的王某 带到哪里去了呢 回家途中 年轻俏丽的女工神秘消失 电动车落入陌生人手中 难道他们只是为财而来 深夜时分 面包车行踪诡异 灯光变换 水影洞察其中的玄机 夜露惊魂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一气在河沟中的电动车 传递出一个不祥的信号 年轻俏丽的王某 可能遭到了野蛮侵害 被不法分子控制 身处险境 警方必须尽快找到破案线索 萧丽观庄村村头 王某回家的必经之路 夜路上发生了一幕 也许被某个无声的目击者 记录下来 到了凌晨四点多钟的时候 发现了有两个人 前面一辆骑摩托车的 后面呢 有一个人骑着一辆电动车 这路不快 骑了以后一起往北斗 沿着这个路往北斗 从两人鬼鬼祟祟祟的动作中 可以看出 他们在寻找理想的藏匿地点 这两个人显然与王某的失踪 又直接关联 警方推测 同乘一辆摩托车的两名男子 盯上了独自回家的王某 心生胆怨 一路稳随 在某个偏僻的路段 他们用摩托车逼停了王某的电动车 共同实施了野蛮的侵害 眼前的情景再次加重了警方的担忧 两名同伙一起过来抛计电动车 此时王某本人又是什么状态 通过看这个监控 应该确定 发生下人在两人以上 已经把所有人 就是还可能是会被害了 嫌疑人就在眼前了 可是令邦尔民警感到万分着急的是 他们根本无法识别 两名可疑男子的相貌 也看不清摩托车的牌号 和其他特征 从工厂到王某所住的村庄 沿途监控摄像头不止一个 摩托车尾随电动车 并且实施作案 总会有一个过程 民警相信 肯定能找到比较清晰的影像 但想到就确定了 以这个 以视频去找查 以查去找人 同时确定了 这个整法思路 让警方感到疾首的事 沿途挤出监控的画质 都非常粗糙 加上夜色漆黑 只看到大的小小车灯在闪动 一时难以变清 哪个是王某 因为确实 它那个监控也很远离的路 只能看那个打气的情形 有灯光能看 如果没灯光就看不见 于是 民警索性从车灯入手 它这个电动车呢 有个特点 一往这个车上 霹雳一灯 它另外又按了一个大灯 上下两分 看到是两万灯 根据电动车的速度 和离开厂区的时间 民警首先锁定了 其电动车的王某 然而反复查看多遍 却一直没有发现 路上有可疑的摩托车 靠近和跟随王某 难道整个过程 都没有在监控中留下线索 在苦恼中 一辆面包车 渐渐引起了帮了民警的 格外注意 它就实际上是同时的 就是在同一个监控下 看到这个女的 七个电动刹在前面 后面的一个面包车 从后面过来了 开始呢 速度还比较快 接近这个 现在电动车 就是这个女的 时候 车头就降了 这条路很宽 应该说 正常速度的话 它早就超过去走了 可以断定 这辆车呢 就是围队 说和人 如果面包车 在尾随电动车 那么它又是在哪里 直接接触的 这是流病 这是疫苗 不管怎么办 倒是这个 在距离前一个监控摄像头 80多米远的地方 还有一处监控摄像头 这也是汪某回家 所经过的最后一个 那个地方有片树 有倒的 看不清 在这个关键眼上 看不清 这是这个汪柜 下边以后 回家逼近一个人 还要经过以后 跳入一个寒洞 正是在寒洞桥壁上 警方发现了 可疑的灯光变化 就是看见这个车呢 这个灯光呢 往路边靠来靠 正好照到这个桥洞 左手的这个墙壁上 就看见了 只能看见灯光 打在那个桥上 整理这个车过来了 停散着来 去到什么也看不清 过了大约三分钟 车子又倒开灯光 启动前进 可以看出 这正是之前 那辆可疑的面包车 令人不安的是 在这个角度的画面里 王某所期待 那辆电动车 始终没有出现 但你只看这个监控 只要有灯光能过去 大家就能发现 看的确实 因为这个地方 看了很多遍 来回的看 警方推测 就是在这80米长的路段中 面包车逼停了电动车 将孤身一人的王某 强行控制 应该就是把守护人 加湿到他的车上 拿着这个守护人 得对守护人 真一步进行撑害 为了掩饰这个罪恶的举动 面包车驾驶员 特意关闭了灯光 为了隐蔽 他又起了灯 起了灯以后 来控制这个守护人 然后把它弄到车上以后 不容易被发现 他关了灯以后 晚上 替他人过来 看不清 只是看了一个面包车 停在那个危机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警方确定 这辆面包车 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和后来 丢弃电动车的摩托车 可能属于同一个团伙 我们就推断了 有可能在躲完案之后 嫌疑人不放心 不放心 然后骑了摩托车 来把车转移了 就是我们就推翻了 以前骑摩托车 拦解嫌疑人 缤纷夜色中 他像幽灵一样 来回游荡 不知疲倦 难道只是出于消遣 我们一晚上不停地在转 我们就是没事 在路上听听歌 吹吹牛 如果这是无害的游戏 只是与朋友同路 为什么还要刻意多傻 他自己想 就要不能挺过去 肯定也没什么事情 夜路惊魂 天网版木 正在播出 警方锁定了可疑的面包车 但是监控中的画面 无法呈现他的细节信息 除了车等以外 真看清大天才是 你想车配号 车里称各地人员的状况 都看不清 你只是看清 它是一个微型面包车 我也感觉这种形状 就是它不是那种很大的 一个面包 它不是很大的 不是那种加长的 是一个微型的 然而 这是警方目前掌握的 最为重要的破案线索 侦察员必须耐住性子 将零散的监控记录拼贴起来 勾勒出面包车当晚的行车轨迹 我们只能是通过这个监控的 一队一队的时间 行车的时间 去腿断 哪一个车就是行车辆 令民警感到诧异的事 案发前后 这辆面包车像个幽灵一样 一直在伊水县城区的街路上 来回游荡 几乎没有停歇 基本上以后 整天晚上 这辆车呢都没有停过 一直在行驶过程 就更加觉得以后 这辆车呢 晚上干什么呢 一天晚上不住下 得干什么呢 经过三天多的梳理和比对 办案民警终于在城区的 一个交通甲口 获取了嫌疑车辆的清晰图像 这是一辆银灰色的面包车 我们就能看清 它是一个什么车身 我会以后它就插号 如秋批169M就看清了 到这种位置呢 我们就觉得以后 得到重大的收获 照片显示 驾驶者是一名男子 上半身赤裸 显得很健壮 通过查询车辆当机信息 和外围走访 警方确定 经常驾驶这辆车的 就是车主的丈夫张某 张某24岁 以水县夏卫镇 夏江域村人 近两年一直在县城建筑工地上 承报工厂 张某平时在衣水打工 搞建筑 也是一个小工徒 那以后七八个月 在衣水以后 干建筑 搞木工 就说在工地上 给你这么办 七八月份 正是建筑施工的旺季 张某每天从早到晚 都在工地上忙碌 而她的面包车 就停在附近 据知情人介绍 张某长期住在工地宿舍中 虽然自己有车 但她很少回家 张某他平时住在衣水 之前结婚了 但是不回家 平时白天干热火 晚上没事 也没有个娱乐的地方去 他们经常的 就是晚上吃了饭 喝酒之后 开着车到县城 那边开发区 平和达到这一带以后 就东风 转个味 也是寻求特技吧 这一情况 进一步加深了警方的怀疑 因为失踪者王某所在的工厂 正处于近邻县城的开发区一带 而当晚开车的男子 应该就是张某本人 他极有可能参与了这起案件 办案民警没有贸然接近张某 而是通过电话 约见这位包工头 他卖掉以后 你找我干什么 我们那一会儿 也是动了点脑的 就是 我们一会儿想大工 一看一会儿 行吧 你不是一会儿全金属吗 他说那好吧 面对警方的追问 张某显得非常震惊 他当即承认 案发当晚确实驾车 在开发区一带转悠 但是失口否认参与作案 他说的也很正常 就是以后晚上没事 我和我的一个朋友 我们就是没事 在楼上听听歌 吹吹牛 事情真的像张某所说的那样简单吗 民警顺他摸花 找到了张某提到的工友 何时当晚的行踪 他说我以前确实跟着他说 出去溜达玩 但是这一天晚上 我没去 我在工地上 得去设了 尽管已经时隔多日 工友依然记得当晚的情形 2014年7月26日 正值周末 工友本想出去消遣 但同伴张某却不见踪影 他就打电话相邀 然后他一起出去玩 张某说 我在外面玩呢 在电话里 还听见这个车里的音乐的响声 很大 他问道 你今天晚上回来吗 张某说 我不回去了 我在外面玩 这个张某某就关联书记 然后在工地的宿舍里睡觉 明明大晚不在一起 张某为什么要撒谎呢 但学校上 你没到亏醒事的话 你没有必要以后 去说一些假话 因为他心里肯定害怕 害怕如果找到另外一个人 因为如果公司失事 他自己心里害怕 也就完了 他自己想 只要不能挺过去 肯定也没什么事情 监控录像显示 案发当晚 两名男子一起处理了 失踪者的电动车 如果其中一个是张某的话 另一个可能是谁呢 办案民警在卡口照片中 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前面有个人 张某一个人 后边呢 他从前面往后背 后边这个卡座上 一只手打在上面 眼光的绑 而且呢 而且呢 那个舵手打起来 好像是抽烟的状态 能够音乐看见呢 他的舵手腕上 掉了一块手表 这位戴手表的神秘男子 到底是谁 如果能够合伙实施作案 说明两人的关系 非常密切 在张某的通讯记录中 警方找到了一个可疑的联系人 更让办案民警感到兴趣的是 从事广告派安装的吴某 一直保持着一个生活习惯 通过我们的调查 兜坊了解 吴某也确实戴手表 这个卡座上 那个戴手表的这个人 应该就是吴某 不出警方所料 吴某落网后 所有公输与张某 保持了惊人的一致 看来警方必须找到 更为直接的证据 两名犯罪嫌疑人 才会认罪服法 这时 办案民警在嫌疑车辆上 发现了疑点 大家可以看 发现这个车也很整洁 这个车套也是全新的 不是那种说当时系的 用过很久的车套 应该是说港幻上的 加口照片印证了这一判断 以前那个车套 它是花围 是戴斧子的花围 一个圈 一个圆圈 里面绣着斧子 恰恰在王某失踪后的几天内 张某更换了灭包车的所有座套 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当时是这样的 当时那个 我买了个西瓜 我说让人给切开了 切开之后 我搁了副驾驶 然后躺出来的水 民警推测 当他们侵害王某的时候 可能在原来的座套上 留下了某些难以抹除的痕迹 最终 在他这个星座头的地步 发现了 有靴子 血液成果的迹象 通过提取这个靴子 做DNA也讲述了 与受恨一致的DNA 整一步讲述DNA 这两个人是犯的险人 在证据面前 张某和吴某的攻守同盟 很快瓦解了 明明是罪大恶极的行为 在他们眼里 却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说到这些话题 他人其他人都 最终不喝 都不敢通作 一杯就喝 酝酿已久的邪恶念头 一旦得到同伙的鼓励 就一发不可收拾 夜露惊魂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4年7月26日深夜 在独自回家的路上 年轻的王某 到底遭到了什么 他现在又在何处 犯罪嫌疑人吴某交代 当晚十点左右 他突然接到老同学 张某打来的电话 最后张某又接上了 同村村民张某华 像往常一样 张某将面包车 开上了超南的冰河大道 开始了漫无目的的游道 啤酒和音乐 让这些年轻力壮的男人 兴奋不已 这时开车的张某 提起一个老话题 如果有的要不玩玩弄伤 我就想见一遍 我说你玩两手嘛 通往聊天 聊这么多 聊个三两次 跃出来就能玩 他说哪里不好玩 想玩个刺激 这几个音乐 整个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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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臭味小痛 一说到这些话题 他说其他人来都 那非常符合 都打通这个事 一杯就喝 在冰河大道上 来回转悠了半天 三人还没有找到 合适的目标 吴某提议 开到开发区一带 物色一个下夜班的女工 然后哪边去 哪边那个比较便 但是她还有女的 我说快点过下 我就过去了 此时已经接近 深夜零点十分 正着工厂下夜班 三个人很快就盯上了 一对骑车的女工 一路尾随过去 刺激作案 关系就是说 一开始碰了两个 我说没发动 发了吧 我就 他没说什么 我一开始车就往回走 面包车刚刚掉头回来 三双邪恶的眼睛 就同时盯上了 独自骑行的王某 一个单身女性 在凌晨 行驶在这个陆月上 很容易 其实发生 行为的事实 我就 买了一个转航 转航就说 我想这个转航 行吧 怎么办 这就不是感到 对面包车的一场举动 年轻善良的王某 丝毫没有察觉 而一场灭病之灾 不知不觉 就悄然降临了 王某觉得情况不妙 可是已经无法躲避了 当时车子抖了 我一看我也抖了 我就下意识地下去 给扶起来了 他就是为了防止以后 别人感觉 在这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 如果把它扶起来 放在路边上 就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就觉得以后 这是谁啊 把电动车放在这里 去干什么别的事去 造成一个假象 吴某和张某华 控制了圣诞历薄的王某 张某随即驾车离开现场 在地处偏僻的 以水大桥附近 张某停下车 三名男子对王某 实施了令人发指的性侵害 然而 罪恶并没有就此终止 因为他们这三个人 都有代号 老大老二老三 其中有一个 发了另外一个先爷的名字 吴某没有想到 这一声习惯性的呼唤 却让同伙感到极度恼火 那一声是已经暴露了 然后他回处说 快不到农舍 在第一句 第二句快不到农舍 一两个说了 他认为 如果不杀害 这个首客人 首客人报了案 很可能被破案以后就抓捕 目的还是逃避打击 实际上呢 他为了逃避 强奸这种犯罪 被人打击 而死死了更加严重的犯罪 杀了人 2014年8月4日 根据犯罪嫌疑人张某的指认 警方从当地虎玉村附近 一座攻入寒洞内 找到了被害人王某的尸体 由于犯罪嫌疑人的 毁尸灭迹 几天前 还是年轻俏丽的女子 此时已经变成一堆枯骨 张某 吴某和张某华三人 因涉嫌强奸罪 和故意杀人罪 被当地检察机关 批准逮捕 他们必将为自己 野蛮凶残的犯罪行径 付出沉重的代价 然而 这起恶性案件 所造成的疮痛 可能永远无法抹平 丈夫失去了心爱的妻子 年幼的孩子 失去了温馨的母亲 谁也不知道 这个破碎的家庭 怎样才能找回 往日的温馨和欢乐 我都是不担心 我比较结婚的家庭 我才能觉得担心孩子 变得黑的人以后 太大了 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 再次发生 当地警方启动了 警灯闪烁工程 对工程集中的开发区一带 加强了夜间巡逻 同时 警方提醒夜间下班的员工 一定要急棒而行 做好安全防范 不要给犯罪分子 以可诚之机 清朗清晨 偏僻小路 惊陷雨失 现场痕迹 令案件扑朔迷离 午夜时分 夺命摩托 一路狂飙 究竟是谁 带着他走向了不归路 一次随意的搭讪 一场致命的邂逅 与多名异性 来往过密的他 究竟死于谁手 搭错车 天网栏幕 近期补处 近期补处 感谢观看